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犹太利5783年的启示 我们已经进入犹太利5783年 现在正在经历十天大而可畏的日子 迎接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 赎罪人 今年的赎罪人 是在10月4日的日落到10月5日 今天代表从犹太根源和希伯来文 来分享5783年的启示 5783年是快跑行善的一年 是教导妥拉神的话语的一年 是合一聚集的一年 是病得医治的一年 5783年或者2023年都有数字3 在22个希伯来文字母中 第三个希伯来文字母是GEMO 它的数值也是3 代表给予者 GEMO由两个字母组成 一个是VAL代表人 因为它是直立的 人的左边是第二个字母 YOD代表讲 也表示给予的行为 在塔木德中描述 GEMO象征着一个有钱人 追着一个穷人 给予是什么 DAL是第四个希伯来文字母 贫穷的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 就是DAL 这里所谓的贫穷 不只是说钱财上的缺乏 而也可能表示 邻里的贫穷和软弱 行善的英文是CHARITY 希伯来文是SADAKA 意思是正义做正确的事情 意思是你的钱并不真正属于你 而是神把钱财借给你 这样当一个穷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可以把神的钱给他 你甚至有义务追上他 还钱给他 因为钱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 SADAKA 行善的行为更深层的含义是 你有义务在穷人 或者需要帮助的人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 不应该保持两个独一的个体 而必须是合一的 行善不是给一个人几块钱 或一次性的礼物 然后说再见 最大的行善是通过给予机会 做生意或给他一份工作 帮助一个人站起来 使他断乃成熟 GIMO象征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连结 它也代表了物质世界和神之间的连结的桥梁 因此5783年是松开你的手 行善给予的一年 GIMO有两个字母组成 VALVE和YOD VALVE也代表教师 教导给予知识 智慧和财富 YOD代表一点点的给予 给予孩子或者树林软弱缺乏的人 因此5783年是教导陀拉神的话语的一年 5783年也是The Year of Hakel Hakel是西伯来文 意思是聚集Assemble 是陀拉中的一条诫命 因此5783年是合一聚集的一年 在《生命纪》31章10到12节 摩西吩咐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 就是电器的豁免年 在祝彭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尼神所选择的地方 朝见他 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念这律法给他们听 要招聚他们男人女人孩子 和在你城里集聚的 叫他们听 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Hakel具体的历史背景 是在古代以色列第一第二的圣典时期 人们经历六年的三叶努力之后 北七年是一个Shemita 安息年 整整一年国家经济进入停滞 因为所有的农民或者农业工人都离开了他们的田地 成群结队的涌向会堂 在那里他们一整年都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的追求 而不是物质需要 在安息年之后的祝蓬节假期的第二天 就是犹太新年开始的第十六天 人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 身上皇家专属的以色列国王登上平台 并且阅读神圣律法的部分 人们聚集在一起受到鼓舞 合一的聚集给予力量开始新的一年 Hakel的聚集就像重温当年干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 在西南山下领受耶和华神的拖拉 但以色列百姓终于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迦南美帝 他们也开始了耕种 劳作 还要对抗仇敌的攻击的生活 因此神命令他们每七年有一年的安息年 可以聚集在一起追求树林的生命 到安息年过后的祝蓬节 人民聚集在圣殿倾听国王向他们送得妥拉 以得到灵力的鼓励和力量 开始新的一年的生活 如今没有圣殿 Hakel的聚集的诫命如何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实现呢 5782年是安息年 我七83年是新的青年的第一年 也是Hakel聚集的一年 你也许就是国王 是领袖 疫情之后 更需要招聚大家一起 在合一的里面 敬拜耶和华神 和一起学习陀拉神的教导 5783年83 疾病的西伯来文的 西伯来文数值就是83 拉比解释 Ramba是一名医生 同时也是 陀拉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他的律法著作 隐含了许多特殊的数字 并且包含83个部分 这意味着他赋予了83这个数字特殊的意义 疾病的西伯来文数字是83 通过将他的作品分为83章 他在暗指学习陀拉 是治疗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 曾经有一位妇女见证 因为每天学习陀拉神的话语 和他的著作关于对陀拉的解释 在一年之后得到完全的医治 因此5783年也是病得医治的一年 愿神祝福你在5783年 行走在神的时间里 松开你行善的手 迈开你奉献的脚 看到你周围人的需要 成为别人的祝福 愿神的灵激励你出去 与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 一同学习 一同敬拜 一同成长 愿你在神的话语里 看到亮光 得着全人的意志 愿你成为领袖 召聚你周围的人 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和奥秘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SALO SHARING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